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国家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并指责后者虚伪 俄罗斯卫星网12月30号总结称 今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中国在G7中打开靴口 取得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重大胜利 此外 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第二次访华 在此访中 双方签署了14项合同 包括成为国际媒体头条的中国购买数百架空格飞机 中国经济外交在欧洲市场的突破是对空客竞争对手美国波音的重金 卫星网的报道还称 2019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长 中国在欧洲的渐进式经济外交 为2019年中国与东欧的16加1扩大合作提供了保障 今年在科罗地亚举行的领导人会呼上 希腊也加入到16加1合作模式中 2019年中国在非洲有了第一个自贸区伙伴国家毛里球斯 此外中国铁路外交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尼瑞利亚获得突破 将预在不断扩大 跨国公司积极寻找通向中国市场的钥匙 中国市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且政治风险非常低 BBC12月29号以中国和推特 中国外交官走向社交媒体的元年为题发文说 中国的外交言论并不以即兴表达著称 但在2019年出现一些新气象 中国各政府部门和高级外交官们 开始以其官方职位登陆推特 并以一种不那么外交的语气发布推文 这一年来 他们写出了许多口语化的抨击性推文 有时甚至含有表情包和网络缩写词 以及可转发的图片和短视频等 BBC称 促进并保护其国家利益 是大使们的职责所在 但中国外交界推特账号的激增 或许显示中国外交政策正在发生一种根本转变